欢迎您收看《体育简报》 信件 为什么患者仍然难以获得面对面的家庭医生预约 英国每日电讯 一位读者写信给每日电讯报 对家庭医生越来越多地使用虚拟会诊表示担忧 该读者所在的诊所于2020年3月停止了面对面的会诊 并正在申请永久关闭该诊所 虚拟会诊将成为常态 两位家庭医生回应称 认为家庭医生不见病人就意味着他们不工作是错误的 他们强调了家庭医生从事的行政和管理任务 以及他们的长时间工作 另一位读者写信给每日电讯报 对支付给法国当局以阻止移民渡海的大量资金感到沮丧 他们认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将被拦截的移民送回法国 以便英国能够欢迎真正的难民 他们还建议这些资金可以用于帮助处理费用 澳大利亚女族不应该激励年轻孩子做的一件事 悉尼先驱晨报 根据对足球脑震荡的世界领先专家 Cary Peek博士的建议 家长应该谨慎允许他们的孩子练习足球投球 因为这会增加脑震荡的风险 Peek建议在孩子达到高中年龄之前不要教授投球技术 即使到了高中也应该采取预防措施 他建议每周限制完成投球的次数 并且在训练时不使用球进行投球练习 不良的投球技术可能导致球击伤和与其他球员的碰撞增加受伤的风险 如何在一步之内破坏你的联赛信誉 雇佣莱昂内尔 梅西 加拿大环球邮报 环球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 利昂内尔 梅西加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揭示了该联赛与顶级欧洲比赛的劣势 在梅西加盟之前 迈阿密国际队在积分榜上垫底 但梅西在六场比赛中打进了九个竞球 文章称 MLS现在正在考虑一些不可能的问题 包括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事情没有改善 如果我们不是最好的 而且永远不会成为最好的 那还有什么意义 美国女子足球国家队的重组继续进行 总经理凯特 马克格拉夫辞职 华盛顿邮报 美国女子国家队总经理凯特 马克格拉夫宣布辞职 原因是球队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 此前 马克格拉夫雇佣了四年前的教练 弗拉特科 安多诺夫斯基 而安多诺夫斯基已经离职 马克格拉夫于2019年被聘为女子国家队的首位总经理 并参与了聘请新教练接替吉尔 埃利斯的工作 这支球队首次未能晋级世界杯半决赛 马克格拉夫的离职是新任体育总监马特 克罗克对男子和女子项目进行重组的一部分 混乱和争议威胁着曼联 格雷泽家族担心球迷的强烈反对 同时担心无法出售俱乐部 英国美日电讯 如果格雷泽家族决定不出售曼联俱乐部 他们可能会面临来自球迷的严厉抨击 前锋梅森 格雷伍德重返球队的可能性 已经引起了部分球迷的愤怒 人们担心 如果出售未能达成 对格雷泽家族所有权的抗议 可能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英国亿万富翁吉姆 拉特克利夫爵士和卡塔尔银行家谢赫 贾西姆 本 哈马德 阿德萨尼 都已经提出了购买俱乐部的报价 但格雷泽家族的沉默 加深了人们对他们将拒绝这些报价的担忧 纳维亚签约确认 波切蒂诺警告长期合同球员不要懈怠 英国美日电讯 切尔西经理莫里西奥 波切蒂诺警告新签约球员 长期合同并不能保证上场时间 自波赫利 克利尔莱克接管俱乐部以来 切尔西一直在分发异常长期的合同 波切蒂诺表示 球员需要展现承诺 并且值得每天上场比赛 他补充说 合同的长短不应意味着 球员可以懒散或缺乏承诺 波切蒂诺还表示 不参与比赛 且没有表现出承诺的球员将不会上场 他指出 如果球员对俱乐部感到不满 他们有责任使这次转会成功 加拿大在FIBA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输给了多米尼加共和国 加拿大 CBC 加拿大在FIBA世界杯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以88比94输给了多米尼加共和国 卢多特为加拿大队贡献了13分 替补出场的特雷、贝尔、海恩斯得到了12分 卡尔、安东尼、唐斯和LJ、菲格罗亚各自贡献了20分 领导多米尼加共和国队取得胜利 加拿大队将于8月25日对阵法国开始H组比赛 他们需要在每周队伍中获得前两名的成绩 才能晋级2024年奥运会 伍德的晚期投球让谢菲连担心未来一个艰难的赛季 英国美日电讯 谢菲连队在本赛季遭遇了第二次连败 以2比1输给了诺丁汉森林队 在森林队上半场的统治性表现之后 谢菲连队在下半场通过Gustafo Hamer的进球做出了回应 然而 克里斯、伍德的晚期投球为森林队赢得了比赛 这次失利发生在谢菲连队下季关键球员离队之后 给主教练保罗、赫金伯特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上赛季险些降级的森林队决心在今年有一个更好的赛季 如果女子世界杯不提供更多资金 原住民足球顾问将威胁辞职 CNN 澳大利亚两个最大的基层土著足球组织 土著足球澳大利亚 IFA和澳大利亚土著足球委员会 AFC表示 在澳大利亚足球增长基金 Legacy23中 没有为土著足球提供资金支持 该基金总额为3.57亿澳元和2.28亿美元 旨在促进澳大利亚足球的发展 澳大利亚足球协会FA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约翰逊告诉CNN体育频道 FA正在与国际足联FIFA商讨将Legacy资金投资于土著足球的事宜 并将在世界杯结束后进行 两位关键成员告诉CNN 如果没有得到支持 他们将退出 其中包括联合主席和前澳大利亚女子足球队队员凯伦 门奇斯和土著历史学家约翰·梅纳德 凯恩在拜仁慕尼黑德甲首秀中 立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取得了进球 英国每日电讯 哈利 凯恩在拜仁慕尼黑的德甲首秀中取得了成功 他打进一球并助攻一球 帮助冠军球队以4比0战胜了布莱梅 凯恩以1.2亿英镑的转会费加盟拜仁 他在第四分中为勒罗伊萨内打开了比分 然后在第74分中打进了第二个进球 萨内在第90分中再进一球 马蒂斯 特尔在卜士阶段打进了最后一个进球 完成了胜利 拜仁上周在德国超级杯中以0比3输给了RB来比西 但凯恩的加盟提升了他们的进攻实力 加利福尼亚州为飓风希拉里做好准备 纽约时报 国家飓风中心已经发布了对南加利福尼亚的热带风暴警报 因为四级飓风希拉里正在接近该地区 希拉里的风速目前为每小时145英里 预计在明晚和周日晚间之间登陆前会稍微减弱 预计这场风暴将带来大雨 南加利福尼亚和南内华达州的一些地区 预计将有多达6英寸的降雨量 洛杉矶和文图拉县已经发布了洪水警报 如果希拉里以热带风暴的形式登陆加利福尼亚 这将是自1939年以来的首次危险 加拿大男足对于9月份的国际足联比赛窗口期被取消感到不满 加拿大CBC 加拿大男子足球队对于下个月的国际足联比赛窗口无法参赛表示失望 球队声称加拿大足球协会在他们Concaf国家联赛四分之一决赛前的两个月浪费了一个发展机会 球队表示他们向加拿大足球协会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包括在去年世界杯的补偿等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 然而加拿大足球协会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表示他们并没有声明或暗示不会参加11月的国际足联比赛窗口 安吉·波斯特科格鲁承诺在尼克凯夫的启发下给热刺球迷带来快乐 英国独立报 热刺新任主教练安吉·波斯特科格鲁表示 他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俱乐部球迷的支持 然而他承诺会努力给球迷们带来快乐 这位澳大利亚人受到了歌手尼克凯夫在播客中的启发 他将足球比作苦难 波斯特科格鲁表示自己还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他赞赏球迷们对他的盲目信任 并感激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波斯特科格鲁的球队将在周六与曼联对阵 球迷们计划在比赛前举行抗议活动抗议门票价格的上涨 克洛普将恩多与利物普最伟大的传奇之一进行比较 英国独立报 利物普主教练尤尔根·克洛普 尤根·克洛普将遭到签下的远腾行 描述为不受公众关注和不适 天啊 克洛普将这位不起眼的远腾与詹姆斯·米尔纳 吉姆斯·米尔纳相提并论 称这位30岁的日本中场球员将为球队带来很多活力 并受到利物普支持者的喜爱 克洛普认为 以1500万英镑、2000万美元 从斯图加特加盟的远腾可以产生与米尔纳类似的影响 米尔纳被认为是利物普的传奇人物 为什么2023年女子世界杯可能成为女子足球的分水岭时刻 加拿大CBC 专家们表示 美国和德国等占主导地位的球队 在2023年女子世界杯中的早早出局 标志着女子足球的一个新时代 所有人都在关注这项运动 这种曝光正在产生雪球效应 带来更多利润丰厚的赞助 并促使更多国家投入时间和金钱 培养高水平的球员 然而 为争取平等和支持女子足球的斗争仍在继续 女子世界杯的奖金总额为1.52亿美元 而男子世界杯为4.4亿美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